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春秋鼎盛 我是王春胜老师 大盘继续吹东风 这个东风现在要吹到哪里 今天要公寄线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是不是强势表态给大家看 除息三块 秒天息 然后大涨12块 带领大盘大涨226点 今天台积电拉回来一点 在平盘左右 谁接棒了 联发科接棒了 昨天联发科没什么涨 但是他今天接棒了 开始大涨 带领指数继续往上攻 要攻哪里 季线 所以今天季线非常重要 能不能一举站上 还是要继续盘整 就看季线今天能不能过 东风吹过季线之后 那就不得了了 就像老师昨天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星星之火点燃了 环阿会把你点下去了 你整个都哄起来了 要开始烧了 千张大户开始在移动了 今天有一些跑到哪边 航运族群 对不对 散装航运今天特别强 大家要想一下 散装航运也沉寂了一阵子了 对不对 但是他获利能力也开始稳定了 虽然没有以前高 但是至少没有再往下杀下去了嘛 这样的状况之下 大家也都没有关注他 千张大户要拉他们股票 容不容易 当然就容易了嘛 四季刚围引星权第二 今天还继续涨哦 最重要你要注意 星权的妹妹啊 你一定要敢上啊 看加权指数 因为现在是盘中的时间啊 这不是收盘哦 所以早盘你看 大盘已经有上攻季线 已经有过了哦 那希望尾盘继续给他过啊 那成交量部分呢 持续在流哦 所以你看哦 这是非常良性的哦 那投信的部分 会继续买嘛 对不对 你看到昨天为止 8月1号到昨天9月14 已经买了909亿了 这一波是不是投信最大 一直狂买啊 那投信今年从1月1号到昨天 买了多少 将近1400亿啊 所以你看啊 投信他买的力道非常的强啊 所以你看 投信最主要做什么股票 最爱中小型股嘛 对 所以你看OTC 贵买指数 这两天的涨幅是不是远远大于大盘呢 哦 所以你就要抓住这个脉络 去操作股票就对了哦 来 你看哦 这是老师会员单股的 单股会员的 前13号啊 13号我们进场 142到144买三成啊 当天你看就涨了5.5% 对不对 然后呢 昨天啊 有股票名字给大家看了 623亿的细尾 持股续报 啊 已经涨多少了 12%啦 对不对 那今天呢 盘中还不错哦 哦 那也要谢谢大家的参与 哦 来我们来看下一档哦 新权啊 今天啊 持续强势整理哦 那 截到刚刚啊 还涨了五毛钱 哦 你看他有没有打下来 没有嘛 所以是非常强势的啊 老师昨天在节目讲 他就是强势整理 他现在是连五字线都还没摸到 所以是非常强 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新权他基本面 哦 我们先看今年 年上半年啊 上半年毛利率 持续创低啊 从38.59跟去年比起来啊 38.59降到今年 33.93 降了大概快五个百分点 那获利状况呢 也是差的啊 从去年啊 上半年3.25块 变成今年上半年2.73块 又衰退了一成六 又掉了一成六啦 对不对 是不是又继续烂下去 但是你看哦 7月份他营收来到多少 11.7亿了 衰退11% 对不对 但是呢 8月份 13.11亿 你看叫上个月 是不是又大成长了 衰退幅度剩下多少 不到2% 对不对 那 显示他哦 业绩会越来越好 那重点来了 老师一直在讲 大户的筹码吧 那大户的筹码 大家看啊 老师一直在讲 啊 9月1号到9月8号 上礼拜 他的筹码是怎么做的 大户做了什么事 买了股本的3.5%股票 那散户呢 还在卖股票哦 卖了1.38%哦 对吧 你散户丢出来股票 是不是全部让大户扫光了 那大户扫光了 你看股价是不是就往上 创高 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讲 创高的股票要再创高 是比较容易的 啊 那你看哦 今天来到多少 高点哦 盘中哦 到目前为止啊 因为现在在盘中 刚刚最高啊 69.4啊 那那差 前天的高点 差4毛钱啦 差4毛钱而已 又准备要创高了 啊 为什么 老师会说他要创高 因为他有大户在照顾嘛 筹码就告诉你了 大户在照顾的股票嘛 对不对 哦 好 接下来 新权第二啊 5XX8的啊 新权第二 哦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买 13号啊 9月13买的啊 买多少 114到116啊 callshin在这边 三成多单啊 那他做什么 看 你看 他的最大效应是多少啊 你看他去年啊 我们先不管去年 今年预估的EPS 就达到11块 那明年呢 预估可能达到15块 所以这股价 要反映的 因为他盈余有在成长 对不对 那特别是他做的东西啊 跟去中化有关 哦 欧美市场现在很多电子产品 哦 都要去中国化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怕中国一直独大嘛 所以现在都在闲置他 哦 来 到昨天 你看两天 八爬 两天八爬 对不对 啊 今天呢 股票名字老师也给你看嘛 5258 哦 红宝 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哦 因为 现行图昨天都已经秀在 节目上了 你有看到的 你有找到的 恭喜你啊 也谢谢你的参与 来 大户买散户卖 老师一直在讲 新权的妹妹 3XX5 你务必要跟上 你务必要跟上 直接来电索取就好 来 新权的妹妹 长这样子哦 大家再多看一眼 好 盘整一阵子了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来看新的股 我们的股票 2455全新高档整理 看现在盘中嘛 刚刚截图的时候 还跌了0.5块 对不对 那是不是整个也即将 站上十字线上面了 打下来而已 又赶快拉上去 他真的很强 为什么会这么强 大家注意看 缺口 这波起涨的缺口 有没有回补 没有回补 股票就不会下来啦 讲得很明白 我们看一下他的基本状况 财务基本数字 去年26亿的营收 保利率41.83 EPS2.95块 衰退多少 将近四成 衰退将近四成 然后今年上半年 营收10亿 衰退38% 衰退将近四成 盘利率 由去年的42.3变成多少 今年的39.43 继续往下掉 所以你看 EPS一定不好 去年2.17 今年要多少 0.64 等于每个月只有0.1而已 好 7月份 有一点不一样了 你看他营收 2.2亿 成长18% 正成长了 不一样 之前都在衰退 去年在衰退 上半年在衰退 7月营收开始正成长了 最近股价波动比较大 交易所 请他公告 字节财报 7月份单月赚多少 0.17元 刚刚讲了 上半年平均大概0.1元 7月份就0.17了 是不是又再成长了 接下来看8月 8月营收多少 2.57 是不是比7月份 还要增加3000多万 跟去年比起来 成长多少 48% 将近五成 搬 搬一半了 对不对 你看他成长力道是不是很强 老师在前几天节目上 上礼拜你可以回去看 PA三雄 全新 文貌 红杰科 这三档老师有做比一比 从财务数字 从码面 技术面来比较 老师选了谁 全新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从码面 怎样 好 8月18到9月1号 大户买了多少 2.45%的股本 散户卖 一直卖 卖了快2% 对不对 你散户丢出来的 全部被大户吃走了 大户把你的股票全部吃走了 大户吃完股票 股票是不是就往上 对不对 所以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讲什么 你要跟着大户做 你才是能够做教 才不是去给人家抬教 对不对 你看这些散户卖出去了 股价是不是往上了 对不对 卖完了 散户一卖股价就往上 很明显 对不对 老师有讲 关键价位 哪是还在带着会员朋友 再继续加码 因为大户还在扫 你再来看 2363的系统 今天表现也非常强劲 盘中 多少 38.9 这不是最高 因为现在还在盘中 所以我们不做任何议策 我们那时候在讲 8月18的时候 在节目上公开跟大家讲什么 要往上 对不对 26.4 节目中 盘后节目 那一天 8月18创波段高点 但是他留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对不对 整个 等于说 上去整个都被冲下来 那一天 先追高的 全部套牢 老师在节目中跟你讲什么 没关系 不用紧张 因为现在当冲的人太多了 台股现在当冲在四五成很多 所以你看 早上追价上去了 尾盘是不是要获利了解 要不然他亏损他也要认赔 要不然怎么叫当冲 那天报巨量 18.5万张 很多人都下呆了 隔天 大家注意看 开平盘 一路往上冲 拉一根长红 拉到涨停板 对不对 拉到涨停板 很标准的 筹码彻底的换手 因为那天又成交多少 16.5万张 是把所有的筹码都换掉了 你一字不间的全部都走了 也有人那时候也是想说一定又涨一段了 就走了 就被洗走了 对不对 洗走之后继续涨 为什么 因为大户筹码 筹码告诉你什么 1000张以上的大户 你看 他买了3%的股票 股本 散户 只是小小买 还在洗刷 对不对 0.12 但是我们看大户筹码 一定是要看大户嘛 对不对 大户在买 你哪里买你不才会贪钱 那三户在买 你哪里买 你就会 不小心就躲起了阿呆股 对不对 买完就开始起了 所以 你如果想要坐车 你一定要对大户的脚步下去 你真贏 你看 冲完了 你看去8月18日26日 你看今天 $38.9 $38.9 是不是今天的相关 还没收盘 不知道 你看 你能够买多少 但是我来说 他要挑战新高 纯差多少 0.35块 这波的相关多少 39.25 差0.35 随时都要过 大户还在里面 所以要怕吗 你就了解 来 我们再来看 3000英镑的电影投控 PCB 电动车的 他的新枪棒 要做伺服器的PCB 所以他也变成AI概念股 8月18日 跟镜子力 你看 70点到 这波相关70点到 创高 马上挖回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今天 去 现在盘中 去两户市 还没收盘 跟起来有日线纸上 你看他这波 回两个 两天而已 10日线 一破 马上挖回 他连月线连去 打就没想到去打到 所以你说 他很强 他很强 你看 18月以前我们也说 连刷三级 再来一个下影线 十四来说 还有机会 因为当时 专市中都在等什么 回答财报 大家都想说 回答财报也好 复制五月分那次 再起一大波 起两个月 但是 出来之后 没有了 继续 从忙 去AI里面 去起轮替 有的起罐 回答财报 有的去下车 就起来 很明显 但是你看 AI AI也是成交量 在第一名 对不对 所以钱是没上去 不是说没上去 是在这些 AI族群 在轮替 对不对 好 再来 看他的筹码 筹码的公园 会跟你说 股票 相信要去什么时 要拔 你看 两星期以来 大佛一千兆以上 在股份的多少 9.5% 老师 怎么一级说 8月10日到8月25日 这级是哪一级 因为当时 我们是8月10日 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我们是要看他 看前看后 他的筹码的变化 让你知道 你看这段时间 大佛 大少股票 股份的多少 9.5% 急买一帅 三佛 买股票 买3% 2.89 是不是急买3% 大佛 狂少 散乎的筹码 你就知道 大佛买得有筹 买得这么筹 你自己看 41.3% 到今天 跟这部最关 好了 70.9% 对不对 到今天 今天最关 目前 半中 66.2% 对不对 你看这价差 已经6.3% 已经6.3% 认识说 还有三个 跳空缺口 有回来报吗 当中还没报 所以你说 他结束了吗 还没他 再 跟老师LINE AT的好朋友 都有货 你看 这是9月10号 老师去LINE AT 算得好股票 你看 有红宝 首例 连羊 企迹 你的注意看 老师礼拜时 会知道 10.10分 送给大家 你看 你若没时间看节目 危险你 手机拿起来扫就好了 那你拿起来扫也不用钱了 对不对 扫了之后 很多资讯 老师就直接删在里面 你若随时要看老师 应该 点到也有 我们看这四季 这四季 拜一祭拜五 到现在还没太阳 他阳中 都比这比较高 今天比较强的是什么 来 三孔一层的联阳 高速 高速传输还是 AI概念股 这两天 AI起到待 高速传输 你晶片运算 对不对 那些都起来了 对不对 再来 你资料要交换 要传输吗 要跟其他的东西念做会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计算完之后 结果你也是要传给其他的设备去处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帮他们的企业 卡路有注意看吗 礼拜的时候 看到大家 拜五收盘 联阳 162.5 今天 盘中 卡路来到多少 182.5 绝绝差多少 差20块 差20块 继续创波乱新高 来 先来看一支 QQ500 四季钢 刚刚做资料时 马上有涨停板 涨停板184块 可以 今天15块 可以 老师看到会员的科讯 第一通 9.6分 共予会员 QQ500四季钢 再创波段新高 持股要报老 要买的通知 第二通 9.33分 共予会员 四季钢 涨停 手上持股续报 有注意看吗 钱 都在轮替 对不对 AI一些钱出来 其他的类股起来 全部 会点下去 这一扇反而会点下去了 这些都在烧 都在弃 对不对 来 四季钢 老师进前去 8月去10倍 那时 技术分析的时候 有大家说 这支股票 大家注意看 第一步出量 对不对 再来 均线开始纠结 马上突破月线 对不对 技术分析要是看吗 对不对 筹码面也要看吗 筹码面也要看吗 筹码面 所以你说嘛 股票是不是都被大户扫光了 大户找了这些股票要干嘛 聪明的投资朋友 你要想一下 你做股票跟大户做 还是跟散户啊 来 所以你看 今天是不是都在创高了 184 对不对 就涨停了 不知道会不会锁住了 但是你要注意看 从底部上来股票 你看 整坡就是在涨 而且后面的财务数据 才是重要的 接下来 9月10月的营收 因为这几天 中刚也要跟他合作 对不对 那合作之后 会不会1加1大于2 如果有的话 营收 第一个就先反映出来 第二个 获利数字 也会出来 那有这些落后 资讯的支持 你觉得他股价会到哪 来 超能力360 波段 短线 全方位 一起来 你也可以跟着老师 一起来赚钱 赶快 电话把它打进来 02721377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特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感谢观看